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州州务卿布里副州长呼吁让特朗普参加该州总统初选 12月29号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获得的联邦内部统计数据显示 联邦边境巡逻队12月份处理的非法入境者比该机构历来任何一个月都多 表明目前美墨边境的移民危机有多么严重 根据国土安全部初步统布数据 在12月份的头27天里 边境巡逻人员拘留了超过22.5万名非法越过美墨边境的移民 此前边境巡逻人员拘捕非法越境者的最高记录是在2022年5月创下 当时边境巡逻队处理22.4万名非法入境的移民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的移民浪潮在圣诞节前达到了顶峰 从12月14日开始的一周到12月20日结束 当时边境巡逻队平均每天逮捕9773人 其中有几天边境巡逻队在24小时内处理1万多非法移民的越境 本星期 美墨边境非法越境人数有所减少 但仍处于历史新高 12月27日 边境巡逻队处理7759个移民 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移民官的特雷莎·卡迪纳尔·布朗说 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移民数量 我们不能继续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资金 这在各个层面上都具有挑战性 国土安全部数据显示 在本月边境巡逻队处理的所有移民当中 有近60%是在偏远的亚里桑纳图森和德克萨斯州德里奥地区非法进入美国 边境巡逻队每天记录的非法越境人数在2000至3000之间 边境巡逻队的上级机构联邦海关与边境执法局发表声明说 它已向这些情况告急的地区增派执法人员 随着南部美墨边境移民危机不断恶化 非法越境移民激增不但给南部多州的边境城镇带来巨大压力 就连一些民主党人控制的大城市也越来越感觉到不堪重负 据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12月29号多位大城市的市长表达了对大量非法移民涌入的极度担忧 德国萨斯州共和党籍州长阿伯特的办公室透露 自去年以来 德州已把8万多非法越境的移民送往全美各个城市 其中包括洛杉矶 丹佛 芝加哥 费城 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 这些城市全都是民主党人掌管 12月29号 芝加哥市市长布兰登约翰逊说 该市正在经历一场国际危机 而当地的经济正在为此买单 约翰逊指出 芝加哥的移民庇护系统已经达到极限 如果没有协调的解决方案 移民危机当摧毁当地经济 他讲调说 如果国会认为乌克兰难民可以获得资助 那么来自非洲和中南美洲的移民也应该获得同样的支援 丹佛市市长约翰斯顿称 该市明年预计将在移民庇护跟援助方面 花费全市约10%的预算 纽约市市长安当斯透露 自2022年以来 纽约市已经接收16万1千名移民 这些不断涌入的移民 可能在三年内生产大约120亿美元费用 艾当斯说 这场国家危机正在影响我们城市的财政责政 而且有可能使我们的财政不稳定 艾当斯指出 纽约市的移民问题可能达到一个临界点 这可能包括对学校 警察 垃圾清理 和老年人服务的资源进行强制性削减 另一方面德州州长阿伯特的办公室 对该州擅自把非法移民 纵往其他州的做法进行辩护 称该州这样做 为不堪重负的边境社区提供了急需的救援 在联邦层面 拜登政府已经意识到 一些市场要求帮助缓解 帝户移民请求的危机 以及要求简化移民工作许可程序的主张 白宫一位发言人说 拜登总统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他向国会提交额外资金请求的原因 其中包括为边境提供更多执法人员 为承担移民的司法管辖区提供更多拨款 并为符合条件的非公民 加速处理工作许可审批 缅因州主管选举事务的州务卿日前宣布 把特朗普的名字从该州总统初选的选票上去掉 禁止这位前总统参加该州的总统初选 与克罗拉多州法官一样 缅因州州务卿援引的理由 也是特朗普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 有关判乱的条款 不过与克罗拉多州法官的集体判决不同 缅因州这项决定是由民主党籍州务卿 申纳·贝里斯做出 这是全美第一个由州务卿单方面做出的这种决定 不过贝里斯称 在联邦最高法院就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判论条款 是否适用于特朗普做出判决之前 他暂时搁置这个决定 特朗普竞选团队迅速回应称 他们将就这个决定向缅因州法院提起诉讼 这起诉讼和全美其他州的类似官司 最终都可能打到联邦最高法 由联邦最高法做出裁决 在做出这项决定之前 包括两党退休议员在内 该州一些居民强烈呼吁 把特朗普从该州初选选票上删掉 12月28日 贝里斯在一份长达34页的声明中指出 特朗普在2021年1月6号国会山暴乱中 范养了叛乱者 因此没有资格竞选总统 他写道 达成这个结论并不容易 我深知州务卿根据宪法第14修正案第三条 剥夺总统参选人资格 在历史上没有先例 但我同样深知 总统参选人参与叛乱 同样没有先例 特朗普竞选团队迅速抨击这个决定 他们发表声明称 我们正在实现见证盗窃一场选举 剥夺美国选民投票权的企图 与全美大多数州赢者通吃的规则不同 民州的选举人票 按各总统候选人得票的比例分配 2020年 特朗普赢得该州四张选举人中的一张 相比之下 科罗拉多州是偏蓝的州 特朗普2020年 以13个百分点的劣势 输掉了该州的总统选举 该州的选举人票 全被拜登总统获得 加州副州长近日呼吁 把特朗普从该州的总统初选选票上除名 但该州负责选举事务的州务卿 却拒绝这样做 12月28日晚上 加州州务卿韦伯的办公室 公布了初选认证参选人名单后 没有立即对特朗普被纳入名单的决定 发表评论 上周韦伯对副州长库纳·拉斯基的一封公开信 做出了不温不火的回应 当时韦伯没有表明 他会不会满足库纳·拉斯基的要求 仅称他的决定将以他的办公室 对法治的承诺和尊重为指导 韦伯写道 我的办公室不会轻易根据 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条 把参选人从选票中移除 这不像是要求35岁以上的人 担任总统那么简单 加州一些民主党领导人 加入了库纳·拉斯基的行列 要求从选票上除掉特朗普的名字 然而 加州州长纽森公开反对这种行动 称特朗普应该在选举中被击败 本月早些时候 科罗拉斯基的最高法做出裁决 称特朗普违反了联邦宪法 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叛乱条款 要求把这位前总统 从该州的初选选票上除名 12月29日 纽约市政官网数据显示 12月31日晚 预计将有100万人聚集在纽约时报广场 参加一年一度的跨年庆典活动 为了确保庆祝活动安全顺利进行 警方将在活动现场部署大量警力 由于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 在全美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可能在时报广场 举行引人注目的示威活动 因此 警方将在原先的基础上 进一步增强安保措施 纽约警察局助理局长约翰·哈特称 跨年一夜期间 围绕时报广场的安保区域 将扩展至六大道和第八大道 以应对可能爆发的抗议活动 和类似去年三名警官 遭弯刀袭击的事件 去年跨年夜在第八大道 和52届一个安检点 一个来自缅因州男子 用弯刀袭击了三名警察 19岁的特雷福·比克福德随后被捕 并被确认为伊斯兰国组织的支持者 为了在紧急情况下 能够迅速采取行动 警方安排在跨年日的 某个时刻 关闭这两条大道 同时 警方还打算提前让民众 进入时报广场观看区域 以减轻由于延长封路时间 可能造成的拥堵 纽约市市场安当司 和纽约市警察官员 当天召开简短的新闻发布会 概述面对秘局人群活动 所采取的安全预防措施 自从10月7号 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 纽约市已经发生近500次抗议 圣诞节当天 有6人在洛克菲勒中心 圣诞树附近的一次抗议活动中被捕 此外 在感恩节梅西大游行期间 也发生了类似情况 12月18号 加州南部一个巨大的海浪 把8人冲进了医院 当天 一群人在南加州文图拉市 观看汹涌的海浪时 一股凶猛的巨浪冲回海底 汹涌的潮水 把人和车辆都冲上了街 文图拉县消防局一位发言人披露 当天海边的巨浪导致8人受伤 被送进医院 灾难发生后 文图拉县一些公共海滩被迅速关闭 奥克斯纳德市宣布 海滩将关闭到12月31号 12月28号晚 文图拉县消防人员使用重型设备和推土机 沿海建造了一条户堤 以防止海浪再次袭击 加州沿海城市警告居民 本周太平洋风暴可能会引发危险的海浪 位于湾区的国家气象局 在其社交媒体上称 远离岩石 海滴 码头和其他水边基础设施 永远不要背对大海 12月29号 天气预报称 危险的海浪预计将持续到12月30号 南加州的警报将一直持续到12月30号晚上 预计海浪高达15到20尺 加州沿海城市圣坦克鲁斯关闭了码头和主要海滩 国家气象局称 圣坦克鲁斯附近的海浪预计将达到25至30英尺 该地区可能出现裂口流 风暴潮和极其危险的sneaker wave 12月28号 威斯康辛州的选务官拒绝了一个选民援引联邦宪法第14修正案 试图把前总统特朗普从该州初选选票上除名的主张 这个针对特朗普的投诉是由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啤酒厂老板 班克斯塔德提出 他向该州选举委员会指控 特朗普参与过2021年1月6号国会暴乱 应该因其叛乱行为 并禁止参加该州的总统初选 威斯康辛州选举委员会回应称 该投诉把选举委员会列为被告 出于程序原因 该投诉被驳回 该州选委会发言人赖利·韦特金德说 该投诉未经委员会审议及被处理 委员会认为对委员会委员在其官方职务中的投诉 或者对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投诉 应当由委员会进行道德回避 班克斯塔德的投诉 基于科罗拉多州和缅银州取消特朗普初选资格 所依据的相同论点 但这些裁决尚待进一步的上诉程序 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禁止任何参与叛乱的人担任公职 科州最高法和缅银州州务卿 都认定特朗普2021年1月6号 参与国会暴乱的行为 符合这个定义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今日美国节目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